麵糰才剛擦上鍋 短短三秒鐘 潤餅皮完工 每天啊 現在接近七明星 現在大概要四十斤百 香Q麵糰在老闆手上 像溜溜球甩來甩去 貪心十足 非看它做得輕鬆 光擦餅就有大學問 火太大 它那個旁邊就會太乾 太硬 它太厚 火太小 會太薄 這家潤餅店 在台中傳鄉兩代 最有名的是這張薄薄潤餅皮 薄Q包不破壞 加料還不加價 像今天這個綠色就是菠菜加雞蛋 然後都是用新鮮的菠菜 洗一洗 然後再加雞蛋打果汁 打成汁 然後代替水 然後這樣子打成麵板 然後這個就是火龍果 上面還有火龍果汁 滿可以喝的 強調每天清晨現打現做 老闆說為了研發這道毒物門特色 可是下足功夫 如果南瓜的就會比較難拉 因為南瓜它有圓性 而且你要數量要放過 你放不過它顏色不會出來啊 複製餅皮Q彈有味 潤餅裡的內餡也是決勝關鍵 滷肉 蒜 炸豆腐 菜脯 N312樣缺一不可 南部特色糖粉花生粉 一下手就是滿滿兩大匙 以老一輩的人來講 你說潤餅不加那個花生糖啊 我說這是不像吃潤餅 南北潤餅比一比 中南部潤餅料多糖多 口味偏甜 高麗菜餡要現炒 我們都是脆 小多炒一天做拼拼炒 北部潤餅則是不加糖 強調花生粉香味 口味偏鹹較淡 高麗菜要用煮的 北部的高麗菜比較偏軟 因為我們做的方式是比較偏廈門式的 其實不論南北口味如何變化 台灣人吃的潤餅都源自大陸廈門 同安的香籤 特別是到台灣到海外去了 他都現在在外面 也都有吃這個飽餅的習俗 同安的飽餅其實就是台灣的潤餅 相傳飽餅是同安人發明 和我們吃的潤餅唯一不同的是 他們會在內餡裡加入牛飯 我們家裡薄餅就是要放十幾種料 我們還有一個油飯 就是在我們同安的特色就有油飯 一塊餅連結兩岸飲食文化 隨著時空轉變 舌尖上的味道會有不同 但嘴裡的互香味同樣讓人懷念